印度神童欲言 6月疫情会好转 欢迎收看4月20号 报道正能量新闻的新闻最正点 行动管制令来到第34天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 郑宾艳 新闻最正点 持续为您报道正能量新闻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确诊人数 卫生总监诺西山今天宣布 大马新增36人确诊 累计确诊达5424人 没有人死亡 累计死亡人数达89人 98人出院 累计出院达3295人 值得高兴的是 确诊人数已经连续4天 只维持在2位数 诺西山迎来57岁生日 大马抗议英雄诺西山 即将迎来57岁的生日 许多昔日的童窗 录制了生日祝福影片 为他庆生 并分享了很多有关诺西山的故事 他的朋友透露 诺西山儿时家庆贫困 曾住在吉隆坡路右路的祖屋 也许是出身清寒 诺西山为人主事 一直十分谦虚有礼 是那种沉浸不多话 却又默默做事的人 让我们一起祝福卫生总监诺西山 生日快乐吧 父母一受行动管制令影响而无法回家 导致两个小兄弟缺乏家人的照顾 据之去年11月16日 他们的住家发生火灾 他们只好住在临时搭建的小房内 房子的卫生环境恶劣 也堆满垃圾 所幸的是 他们的事情经由好心人放上网后 已有善心人士给两兄弟送上干粮和生活物资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国际组主播陈学生 你好,我是陈学生 马上为您报道国际新闻 92岁专属理发师帮妻染发 很多人因行动管制而无法外出理发而感到烦恼 以色列的一名92岁的老奶奶却没再操心 因为跟她结了婚67年的丈夫 就是她的专属理发师 他们的孙女把爷爷为奶奶染头发的照片 上传到脸书后 引起网民的羡慕 Tom & Jerry动画大师享受95岁 他的动画你一定看过 著名动画大师吉恩戴奇是Tom & Jerry和 Popeye的动画师 他的好友透露了他意外身亡的消息 但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 吉恩在世的时候曾经获得过奥斯卡奖的提名 他在全球的动画业留下了无法磨灭的贡献 印度神童精准预言病毒爆发时间 一名14岁的印度男孩阿南德 在2019年8月的时候拍摄了一个视频 预言2019年的11月将会有大灾难爆发 他也提到2020年将会发生一场可怕的生物细菌战争 而新冠肺炎就真的是在这个时间内爆发了 网民对于他准确的预言感到十分惊讶 此外印度神童也预言2020年5月29日后疫情会有好转 2021年11月开始全球的经济放缓才会结束 印度神童的预言是否会再次成真呢 这一个我们还不清楚 但可以肯定的是 全球的许多专家已经预测 病毒不会在今年完完全全的消失 所以在未来我们要把像是勤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 或者是注意清洁等的防疫措施养成习惯 那么我们才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 保护身边的人 那么今天的国际新闻就到这里 接下来的时间交回给宾宴 谢谢 2020年成了多事之秋 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学学家 都认为疫情不会马上结束 而且病毒可能会持续变种 虽然这段时间真的是非常难熬 但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我们不能左右天气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心情 人生啊就像天气一样千变万化 我们不能够控制明天会发生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控制好自己的心情 我们可以好好地珍惜今天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最正点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 郑宾宴 我们明天见 我就是要你 我就是要你 我就是要你好看 我就是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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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